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台南有这么一家酸白菜火锅 老板本来是一位国画老师 因为兴趣 他研发用发酵过的高粱米来腌大白菜 经过60天的腌渍之后腌出来滋味酸甜适中 重点是入喉之后还会回甘 多了一份高粱的香气 这里头甚至连蒜头连辣椒都能腌 腌了之后做成锅底 让好多人难以忘怀 每到了用餐时间 这家餐厅永远是高棚满座 你好 请问你们有定位吗 有啊 小姐 你贵姓 蔡小姐 很道地 自然的酸白菜味道 很过瘾 吃的眼睛会亮起来 让人吃了眼睛为之一亮的三白菜锅 酸香干润 入喉回甘 这是吴瑞林夫妻俩用高粱米 耐心发酵60天的独特风味 那我这是原料很简单 可是我工序很复杂 我宁可慢慢来 我也不要急救这样 我要走长久的路不是打带跑的 那我也想要颠覆一下台南小吃的格局 说实在不只是小吃而已 我这个是台南的大吃的格局 想要颠覆小吃传统 吴瑞林下足苦工 每年秋天过后 他得准时到台南将军的小工厂报到 亲自切菜监工 这个就是所谓台湾话叫爆纳 你看这么大的大白菜 这种做这个发酵最好 最好吃 它稠稀了 要吃得到口感 对 大白菜不能一刀到底 最后得靠手工扒开 让品质更好 这样子它下面菜叶才不会烂掉 才不会碎掉 这样子 比较完整 我们腌出来的白菜好看 不只要美味也要好看 因为吴瑞林有天生龟毛的艺术家性格 原本他在社区大学里 教老人家国画和书法 还开过画展 会腌酸白菜这门手艺 还是拜一位贵州学生所赐 他们家里有酒房 做好酒之后剩下的酒造 他们拿来煎菜 那么我一听 这是个好玩意儿的 我就千方百计 找高粱 找酒区 还找发酵的东西 还蒸六九的东西 自己把研发出来 做出来 用蒸熟的高粱米加入酒区 等待三到五天 再拿来发酵大白菜 因为做法很费工 当初吴瑞林只是在家里做兴趣 焉小刚的请朋友吃 但却让老婆大人不太高兴 这个弄的价面都是怪味道 然后每一次请客 请完客 她还要回来洗碗 她又翻脸 不高兴 过几天 跟我讲 小林 我那个高粱三百菜 可以来卖钱 我哦 谁说的 她说 她看好那个 我说 真的吗 最后太太陈淑娟态度180度转变 是因为当时她任职的服装设计公司 准备吸进大陆 不想离开台湾的她 干脆背着先生 偷偷把高粱三百菜拿去卖 那我觉得我先生研发的这样食材 我好像从小到大都从来没有吃过 你知道 所以我就自己 就是我也很鸡婆 就想说到处拿去给餐厅的 老板或是主厨 去试吃这个食材 然后他们都觉得这个食材很特别 好味道果然不寂寞 高粱三百菜大受欢迎后 一个文人雅士 被逼着弃笔做菜 一度让伍瑞林不太习惯 当然不高兴 因为会 我要画画 我哪管那些事 搞成生意 我就不得闲了 对不对 以前当艺术家觉得 艺术家做文化事业 在历史上传承文化 多伟大的事业 叫我来卖酸白菜 都差很多 但是你最后还是听她的吗 没办法 谁叫她是老婆 等待六十天才能出关的高粱三百菜 有着她对老婆的让步疼爱 煮进火锅里 滋味特别甘甜 酸度不会呛喉 仔细咀嚼 还有淡淡高粱酒气 撩绕口中 涮上一片Q弹白肉 吸附酸香不会油腻 再沾老板自制的韭菜辣椒芝麻腐乳酱 滋味香浓很有层次 培选她的酸味 对 因为我吃过其他家的酸菜白油果 但是没有像她的这么浓 然后另外是她的酱料我也很喜欢 很特别 对 她那个酸浓酱 她们自己制作的 要得到客人的肯定 吴瑞玲夫妻熬了15年 当初卖酸白菜 两个人没有餐饮经验 缺乏成本概念 吴瑞玲的君子退休金 几乎全部赔光 我先生说 再没有赚钱的话 都要把我给修了 修就修嘛 反正 反正我也受不了她 就是 反正就是傻人 我相信就是傻人有傻夫 那我这样子坚持 其实一般慢慢的一般人都吃得出来了 等一下番茄锅也比较好 也因为有陈淑娟强力的坚持和支持 吴瑞玲又继续研发各种酿物 甚至辣椒 柠檬 树葡萄 都能让她酿出商机 她说 你不要看不起你自己 你有好几亿的增加 我有吗 酿物中最受客人喜爱的 是同样用高粱米酿的蒜头锅 浓浓蒜香多了甘醇滋味 煮上老板自制的串丸子 扎实有弹性 很香很香 非常好 我们一些同事 一些朋友 来 指明一定要蒜头 耐心腌酸白菜的过程 就像吴瑞玲下笔挥毫 要时间 要细心 不走到最后怎么知道 结果有多甜美 那种东西放在缸里面 你不知道它怎么变 开缸那一刹那 最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有点赞